Hello,大家好,这里是金灵科技 关于4K高刷大屏这些关键词 我们最近做过很多48寸和42寸的超大屏 但是相较尺寸和价格这些因素来说 大屏4K高刷32寸 目前仍然是更受大部分同学青睐的选择 我们去年自费做过一期售价2999元 32寸4K144的债场显示器评测 也是引起了大家不小的反响 总体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很多同学也是看了那期视频 种草了这个规格的显示器 毕竟价格确实是非常的香 但是吧 依然有很多已经心动的同学 担心售后质量等等问题 那转头去选择大厂的4K144吧 又太贵了一点 最终还是陷入了两难的抉择之中 那今天视频的主角 我觉得就非常适合这部分的同学 他就是来自其尊的H320U1 4000元价位 32寸4K144原生10bit的IPS品 全铝合金机身 加上实打实的售后质薄体验 它的实际表现究竟是不是你的菜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本期视频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显示器外观 屏幕综合素质和使用体验 以及更多人关心的售后服务问题 好了 先说外观方面 我们这次拿到的两款 是同屏幕规格 不同外观配置的显示器 塑料外壳的为普通款 售价相对便宜一些 为3899元 全铝合金外壳的版本 是旗舰款售价4099元 差价200元 我们就还是主要介绍全精熟的版本 整个显示器总共分为三个部分 且三部分均为铝合金材质加工而成 底座和支架 藏手拧螺丝固定 支架和显示器本体藏螺丝固定 需要使用螺丝刀辅助安装 没有配备卡扣固定 在安装上确实没有那么的方便 铝合金背板没有太过花哨的设计 就是常规的面板加上背包 整体的做工质感还是不错的 毕竟是铝合金材质 相比塑料看上去还是更高级一些 支架和底座藏举型的设计 大背板组装的螺丝 被隐藏到了底部的位置出 但是背包上的螺丝还是裸露的 要是这部分的螺丝也能隐藏 那就更好看了 屏幕的正面藏的是三边假边框设计 底部边框没有logo 可以给个好评 整体上给人一种非常简约干净的感觉 这种感觉也是普通的塑料外壳给不到的 我个人还是挺喜欢这样的外观设计的 大家觉得这个外观可以打几分呢 要说缺点的话 我觉得没有理线孔算是一个吧 好了 接下来就是显示器最重要的屏幕部分 H320U1的基本参数有下 3840x2160 4K分辨率 144Hz的刷新率 原生10bit的色深 来自友达的IPS屏 这个参数大家是不是有点熟悉呢 采用的是和我们之前测过的 ROG PG32UQ同款面板 信号为M320QAN02.3 这个面板在色彩方面的表现 当时还是有惊艳到我的 那它放在这款显示器上的实际表现 究竟怎么样呢 使用CA310实测之后 默认模式下 色域覆盖达到了99.9%的sRGB 99.5%的AdobeRGB 以及96.2%的D3-P3 色彩覆盖没得说 在IPS屏幕里 妥妥的属于第一梯队 SDI下的全局最高亮度为449尼特 HDI下最高亮度为570尼特 对比度为920比1 色准德塔E最大1.27 平均0.97 看来也是做过出厂交色工作的 这样的屏幕素质 不光是用来玩游戏 应对日常的办公 剪辑 修图 完全都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需要注意的一件事 只有在默认模式下的色准 是交色过的 其他色彩模式的色准偏差 还是比较大的 对色准有需求的话 建议使用默认模式即可 而这块屏幕的整体观感上 和PG32UQ一样 这块屏除了参数上的优秀表现 感知比较明显的就是显示的画面非常通透 颜色也比常规的显示器要鲜艳一些 看视频观影的体验是非常不错的 另外显示器还配有两个无耳的扬声器 虽然只是听个响级别 但是我觉得有总比没有的要好 可调节方面 作为一款32寸的大屏显示器 支持到了上下200毫米 左右各45度 负压-5到20度的调节 旋转方向上 支持向右的90度旋转调节 这个调节在同尺寸的显示器中并不多见 这样可以旋转的调节方式 在插拔线材的时候还是挺方便的 显示器整体的可调节性表现 算是比较优秀的 如果你仍然不满足于此 拆下背部支架的四个螺丝 显示器是支持100x100的VANCE螺孔的 有需求的同学可以直接上支架逼 介绍方面 所有的介绍都设置于显示背部下方突出的背包下 分别是一个电源介绍 一个3.5毫米音频介绍 一个USB上行 两个USB下行 一个支持DSC的DP1.4 两个HDMI2.1 以及一个65W的C口 笔记本用户可以方便的完成一线直连的操作 经过我们实际测试 Switch也是支持一线直连的 免去了连接底座和充电线的麻烦 作为一个Switch玩家 这点还是非常友好的 总体的接口配置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了 基本可以满足绝大多数用户的实际连接需求 当然这个规格的显示器 最适合的应用场景 还是接上游戏机来打一把游戏 接上PS5之后 最高支持4K120Hz的画面输出 优秀的响应表现 加上32寸的大品项 玩起游戏来的沉浸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于很多玩竞技游戏的同学 比较关心的响应拖影问题上 OSD里一共三档OD 通过UFO测试可以看到 默认正常模式下的响应表现最好 而关闭档则有肉眼可见的拖影 急速档则是有可见的过载鬼影问题 所以保持默认状态即是响应最佳 这样的表现对于非重度的FPS玩家来说 也是觉得够用的 这点大家不用担心 OSD方面通过背部的5个按键 对系统的OSD进行操作 只是设计的位置相对靠里的一点 平时使用时是不容易按到的 除了这点之外 OSD里的功能倒是挺齐全的 各种色彩模式 游戏准形 低蓝光护眼 该有的都有 要是OSD按键的位置 能够再靠边上一点 更好按到 那就更完美了 看到这里 尽管参数再优秀 可能还是有很多犹豫的同学 在担心小厂收后质保的问题 所以最后我们就来聊聊它的收后 这家公司也是在东莞 做了很多年的显示器老厂了 有自家的天猫店铺 相比普通债场还是要更靠谱一些 这点大家可以放心 不仅如此 为了打消很多同学的这个收后顾虑 老板也算是放了大招了 相比一些同类型的小厂显示器 H320U1提供了15天免费试用 不满意的话 你可以无理由退货 一年内如果出现任何质量问题 老板还包邮顺风上门收取的收后服务 我觉得并不是所有的小厂 都有这样的能力 以及魄力做出这样的决定的 可以看出这家店铺的老板 还是相当的相信自家的产品实力的 否则也不敢这么玩 总结H320U1的综合参数 以及表现 即使是放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来看 依然是非常亮眼的存在 虽然在OSD上的体验并不算非常的好 但是这块面板提高到了 非常优秀的色彩显示 优秀的响应时间表现 打游戏 抑或是对色彩色种有需求的办公都通吃 这样的表现 即使是在目前一众32寸4K144的显示器中 都可圈可点 但是总的来说 最最吸引我的 其实还是它的价格 铝合金款4099元 普通款3899元 相比大厂 几乎便宜出了一台PS5的价格 这样的价格确实是优惑力十足 看完本期节目 不知道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有没有一点点心动的感觉呢 先别着急 为了感谢看到这里的粉丝 我们也是和这个老板周旋了很久 就全当给我们频道的粉丝 送出的一点点小福利 前100名购买铝合金款 H320U1的小伙伴们 找客服 报清洁科技 下单就可以力省300 也就是全铝合金款 3799元 算起来要比普通塑料板还要便宜100块 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香的了 名额有限 先到先得 好了福利说完了 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能了 如果你觉得做的还不错的话 还请一键三连 这里是青年科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六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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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